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畫是不是很特別呢 但是為什麼會放在床上呢 不要誤會 這個是酒店藝術博覽會 有七十多間畫廊參展 成五千件作品 在馬可伯羅酒店展出 好可愛呢 這幾隻有趣的小老鼠 耳朵是不意良的作品 他可能是童年的經驗 因為他小時候可能就是 需要唸很多書 然後很多在大人裡面 很多的一個期待 所以因為唸書唸很多 可能有近似的一個狀況 耳朵綁著繃帶 是剛才自己小時候 不聽話 搞到成日受傷 這樣看是平面 但是這樣看呢 就變成立體了 這些是他的作品 象徵在安穩生活裡面 有時都想跳出框框 講完愛國東西 講下Local 可能你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但這一件都是啟發他創作的珍藏 想帶出藝術與生活的信息 好 走多幾步去到海港城都有 這些椅子是他的作品 因為多年來和爸爸分隔南北韓 見不到 想借作品表達對和平共融的稀奇 他就說藝術展一般在大型展覽本搞 感覺很疏離 將他們帶入酒店 可以營造接近生活的氣氛 不過呢 就感嘆香港藝術教育不夠 來自 실행人 賺錢 此人 彼此 華人